欢迎收看老婆丁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部香港的武侠集剧电影 摩登如来神掌 来自香港的阿华和阿翔 被公司派到西安公干 原本他俩想走私点文物 带回香港拿钻一笔 没想到机缘巧合之下 居然掉进了一座原朝的古墓 古墓里机关种多 阿翔的屁股还被大蛇咬了一口 在古墓的深处 他们看见了北方印的天蚕 以及一个发光的产简 在一个木盒里 他们发现了能解百毒的大黄丹 丹是好丹 就是这个形状长得 实在有点 吃下丹药后 阿华和阿翔功力大增 刚好木盒里还有两本秘籍 一本是如来神掌 另一本是七旋斩 于是阿翔就拿起七旋斩 变了起来 这一练不仅打破了天蚕的封印 还打开了那个发光的产简 产简里是由天下第一美人之称的 元朝公主 以及她的婢女小蛮 当年 休息解法了天蚕 想得到神功 如来神掌 却被公主带领四大高手阻止 四大高手获出性命 编出了天蚕的紫穴 使得天蚕将化了 但在将化前 她也将公主封进了禅简 由于天蚕喜欢公主 曾逼着公主和自己一起 是下了能颜色的八百年的人身王 因此 时至今日 他们依旧容颜不老 阿黄和阿强 带着公主和小蛮回到了香港 现代的一切都让两人惊奇不已 由于天资聪颖 公主很快就领悟了现代科技 不仅学会了用电 还做出了一桌佳肴 她照着杂事 给自己做了一套裙子 看到两个男人眼睛都直了 她告诉阿华和阿翔 意大利面和披萨 都是当初他们交给马可波罗的 所谓披萨 也不过就是西化的五大郎烧饼罢了 小蛮用阿翔的内裤 做了一套时装 在中抢过程中 阿翔不小心 看到了小蛮肚脐 这下可了不得了 小蛮嚷嚷着 要让阿翔负责 阿翔想着 反正古代人都能三七四切 去了小蛮当个女佣 量她也不会说什么 于是就勉强同意了 在公主和小蛮的调教下 阿翔学会了七旋载 而阿华则学会了鲁来神掌 可最后一招万佛操冲 阿华始终没能领会 另一边 苏醒的天蚕 混进了一个艺能表演团 成功来到了香港 她找到了阿华一行人 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还逼着阿华和阿翔 吃下了两只蚕宝宝 只要天蚕一打鼓 两人就会肚子疼 不过天蚕虽然功夫强 但对现代世界一点都不了解 既然略失小气 就把天蚕骗得团团转 阿华被天蚕脚踢伤 还好一能表演团的团长 即使是一元首 能克制天蚕的只有万佛潮中 团长告诉阿华 他之所以练不准这招 是由于他的内力不够 他叫阿华 用死人的力量增加战斗力 可就算这样阿华依旧没能成功 关键时刻 他想到利用雷达天线放大能量 最终他领悟了万佛潮中 打败了天蚕 这回天蚕的双脚 真的变成了天蚕脚了 《摩登如来神掌》 上映于1990年 记得小时后 还是从电视上看这部电影的 当时觉得特别有趣 现在在看那些驴唇不对马嘴的混搭 倒显得有些体脚皆非了 不过不得不说 就算搁到现在 也能成得上是神眼了 以上就是这期老泡电影 带给您的内容 老泡电影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 这 flies inaccurati包 组组组即可 会否刀 这个电影